大家是不是有看过 那个在上海Costco停车场拍照 假装在LA的话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我就决定在我老家 美国中部的Costco的停车场 摆几个post 虽然觉得没有在LA 但是有一种妙配中国超市的feel 美国人对Costco的印象 基本上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 大便宜 据老冬菊的统计 美国人平均一个月在超市 会花费387美元 一周不到100美元 Costco的东西真的便宜吗 今天我们要一起挑战 看看100美元在Costco 到底能买到什么样的宝贝 要是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那就记得转发评论点赞 关注和打开通知 这样就可以看到 更多我们Plus1精彩的内容 作为全球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 Costco拥有800家门店 其中有500多家是在美国境内 一项调查发现 美国Costco典型的购物人群 是35到44岁生活在西海岸的 已婚亚裔女性 大学学历以上 年薪至少是12万5千美元 进Costco是需要会员卡的 年费60美元 你看我给你 我自己的Costco典型币 现在我们在星期间一起 你能够进入6-8席前面 有人会觉得逛个超市还要付门票 但是Costco的会员制度很成功 全球有上亿会员 而你既然花钱买了会员 是不是会觉得经常来蹭便宜 把这个钱赚回来 你和Costco到底谁更精明 很多人到了Costco 还没进超市就开始消费了 1.5美元的超大热狗 加饮料 还有3美元的烤鸡肉卷 其实热狗套餐从1985年之后 没有再掌握价了 之前有一个executive说 这个热狗我们是赔钱的 我们要把价格抬高 Costco的领导层就说绝对不行的 这个是吸引很多顾客 来到商店里的一个法宝之一 吃饱喝足以后 我们来到了超市里面 你们看这里又像一个仓库 货品恨不得从地上堆到天花板 你以为Costco只买面包牛奶吗 还有这些 马桶盖 保险柜 还能买钻切 今天的预算是100美元 所以这些我们就先pass掉了 万万没想到他们这里的牛奶 要比Kroger还要贵 还可以看到这个大盒的可松 这个一共有12个 才4.99美元 但是想着我一天要吃两三个才能吃完 这个热量得多高啊 每次在家里听了冰箱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大块没有吃完的起司 是你吗 反正是我 他们的烤鸡是很有名的 但是他们也是很聪明的 会把它放在超市的最后面 所以你必须走过他们所有其他的优惠 光买一只烤鸡的可能性多大啊 我想不大 天哪这么大啊 我要多久才能用完 还有这样的 Full for Pet Run 33美元 这个牛仔裤才24美元啊 这个真的价格还可以啊 I got a Costco haul 其实美国人也喜欢在Costco拍照 但是不是在停车场自拍 而是在里面拍产品 很多美国人喜欢在Costco里面 寻找好的deal 包括我本人 寻宝室的购物体验 也是Costco成功的策略之一 我也是发现 现在我的Costco 亚洲的商品也是越来越多啊 你看 Treaded,Dried,Port 都久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了 Bobo,Milkbar 呀 这个超级好吃的 哎呀 每次来这里就像浪费钱买这种东西啊 好可爱 这么带一带多里多姿只要5.89美元啊 在Costco店里你还会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Costco的售后服务 总是在我的视频背景里面出现的85寸大电视 就是在Costco买的 过了报价60天的期限 它就降价了800美元 我没有报任何希望给客服发邮件 竟然还是退了差价 Costco的退货政策也是很宽松 没有严格期限限制 因此你就会看到一些奇葩的退货 吃过的食物明显穿过很久的衣服 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Costco的销量网 每年买出11个 它就是 卫生纸 这么一大包卫生纸 家里厕所小的话还真的放不下 逛到了红酒 你可能不知道Costco是美国最大的红酒领售商 来看看价格 我买不买 好纠结 超市快关完了 你以为出了Costco钱包就安全了吗 不 Costco还有一个很划算的东西 那就是加油 这里的油价比外面的油价便宜 很多美国人办会员卡 纯粹就是为了来这里加油 所以我们把所有东西买齐了之后呢 我们一共花了159.93美元 那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说有 大概100美元是没有打算花的 但是就在店里面看到了 觉得哎 价格还不错呀 哎呦 这个还挺可爱的 就还是把它买回家 总结一下我对Costco的看法 我个人是很享受在那里购物的 但我必须经常提醒我自己 要理性购物 不要看花眼 只要需要的 不要买太大的 不贪便宜 不然明明只是去买鸡蛋牛奶 结果推着几百美元的东西出来 鸡蛋牛奶还给忘了 那看到这个视频之后 你还觉得Costco便宜吗 你会想在Costco购物吗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